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驻立陶宛大使表示 中国不再对立陶宛采取贸易胁迫措施 高盛削减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的中国战略 美中学生交流能在地缘政治中生存下来吗 中国东北煤矿事故造成11人死亡 央视 一年过去了 中国的新冠病毒抗疫者陷入了希望和冷漠的境地 请大家收看 中国驻立陶宛大使表示 中国不再对立陶宛采取贸易胁迫措施 彭博社 中国已经取消了针对立陶宛的贸易措施 双方正在努力恢复外交关系 这些贸易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受到质疑 包括中国有效停止进口 立陶宛在2021年因允许台湾以该岛的名义 设立代表处而卷入与中国的争端 中国对此作出回应 撤回了驻立陶宛大使 并对这个欧盟成员国实施了贸易禁令 尽管对包含立陶宛组建的欧盟国家商品的禁令已经解除 但企业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方面仍然缺乏信任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直接双边贸易几乎没有恢复 今年前十个月与立陶宛的进口额较2021年同期下降了70%以上 目前 中立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 高盛削减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的中国战略 金融时报 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大卫 索罗门警告称 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解决 但银行已经将策略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转向了中国 索罗门表示 两国之间的分歧 根深蒂固 需要积极对话来解决 他还指出 由于不确定性增加 高盛在中国采取了更加保守的态度 索罗门的评论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恢复军事沟通 并且习近平亲近美国商界领袖之际发表的 美中学生交流能在地缘政治中生存下来吗 纽约时报 过去三年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有所下降 而赴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数量则骤降至仅350人 北京和华盛顿都承认恢复交流的重要性 但由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两国都设置了障碍 这些障碍已经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 对于美国人来说 访问中国的吸引力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已经减弱 他煽动了反外国情绪 中国的宣传经常将美国描绘成危险的犯罪高发地 许多中国人也对增加的签证拒绝 或入境时的边境审问感到担忧 美国政府禁止了一些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 并且一些尤其资助的语言学习项目已经从中国大陆转移到了台湾 学生交流的减少可能对两国之间的理解未来造成特别的伤害 杜克昆山大学前执行副校长丹尼斯·西蒙表示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已经削弱了各个层面的学术合作 美国官员为总统公告1043辩护 称其对保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并表示对拒签或撤销的签证数量与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总数相比微不足道 但一些政客提议扩大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 在一些民意调查中 大多数美国人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生 著名媒体大亨和作家洪晃表示 通过让中国留学生感到不受欢迎 美国正在伤害其历史上的一个优势 华盛顿认识到增加美国人复华的重要性 推出了一个计划 在5年内派遣10万名美国学生复华留学 最近外国人对中国变得谨慎起来 中国国家安全部负责监督其秘密警察 今年夏天呼吁对疑似外国间谍进行全社会动员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威胁扩展到了中国的外资办学机构 一些管理者强调了共产党的重要性 中国东北煤矿事故造成11人死亡 央视 彭博社 中国东北省黑龙江发生了一起煤矿事故 导致11人死亡 正在进行的调查显示 这起事故可能与压力突增或爆发有关 尽管中国采矿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 但仍然发生了许多死亡事故 习近平主席呼吁采取措施防止重大事故 并确保社会稳定 国家煤矿安全管理局承诺修改法律并加强执法 以消除非法和过度的采矿活动 一年过去了 中国的新冠病毒抗疫者陷入了希望和冷漠的境地 路透社 黄毅诚警告说 中国公众可能会忘记去年因国家审查制度 而反对新冠疫情限制的白皮书抗疫活动中 罕见的公众意义 尽管抗疫活动有助于结束严格的疫情限制 但它们未能实现持久的政治变革 今年 北京和上海在抗疫活动周年纪念日没有举行示威活动 抗疫现场有大量警察在场 许多参与者和观察家认为 抗疫活动提高了人们对中国人民所拥有的政治权利的认识 拜登政府下公共土地管理机构的觉醒 华盛顿邮报 美国土地管理局BLM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 将其重点转向保护和清洁能源开发 BLM负责管理美国约十分之一的土地面积 一直受到共和党州政府的批评 尤其是在占美国化石燃料产量近十分之一的怀俄明州 这些官员指责BLM与环保组织合作 限制发展并将议程强加给怀俄明州 BLM已经提出了许多保护公共土地的提案 包括计划将怀俄明州洛克斯普林斯地区 指定为重要环境关注区的面积增加六倍 保护主义者认为 这个计划将有助于保护迷鹿 驴鹿 羚羊和鸟类的栖息地 然而 批评者认为 这将损害该州为美国能源独立做出贡献的能力 BLM的提案将在明年年底之前接受咨询 间谍软件首次滥用前往塞尔维亚的旅行 华盛顿邮报 根据XSnow 国际特赦组织和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调查 间谍软件已被用于针对塞尔维亚的两名公民社会代表 这两个未透露姓名的个人在10月份收到了苹果的通知 称他们的iPhone遭到了政府赞助的网络攻击 调查无法确认使用的间谍软件类型或责任人是谁 然而 调查指出使用的战术与NSO Group的佩格勒斯间谍软件相似 塞尔维亚秘密情报机构负责人因被美国制裁 被指控协助俄罗斯的恶意活动而辞职 中国高级特使表示 中国希望恢复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关系 彭博社 中国共产党国际部部长刘建超表示 中国正在寻求与澳大利亚更新防务关系 刘建超承认双方都存在关切 但强调恢复基于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关系的重要性 此前 澳大利亚对中国驱逐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发出的声纳脉冲 导致其海军潜水人受伤表示关切 这一争端发生在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对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之后 刘建超还欢迎澳大利亚记者返回中国 并批评澳大利亚禁止华为进入其5G网络 中国黑龙江省煤矿事故造成11人死亡 雅虎 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一座煤矿发生了一起暴力冲击事故 导致11人死亡 采矿工作可能会释放周围地层的压力 引发严实爆炸 该矿山的经营者双压山煤炭公司 今年已经因违反安全规定被罚款10次 中国汽车公司通过前往墨西哥打入北美市场 彭博社 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墨西哥市场上获得立足点 截至10月份 中国汽车占墨西哥所有汽车销量的近20% 根据墨西哥汽车经销商协会的数据 2022年前10个月 墨西哥的中国汽车销量增长了51% 达到212169辆 这是因为中国消费者转向电动汽车 导致中国有过剩的汽油车辆需要出口销售 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寻求在墨西哥扩大业务 JAC计划扩大其在伊达尔哥的装配厂 NG Motor计划扩大其在圣路伊斯波托西的零部件配送中心 虽然中国汽车公司尚未从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汽车 但零部件制造商已经开始这样做 中国汽车和重型机械冷却系统供应商 银轮机械今年早些时候在新莱昂开设了工厂 为通用汽车沃尔沃和特斯拉等公司生产零部件 美团连续第三次盈利 中国旅游业增长 彭博社 中国的食品外卖巨头美团报告称 由于旅游需求强劲 该公司连续第三个季度实现盈利 这有助于该公司抵御其核心业务增长放缓的压力 截至9月份的季度 销售额增长22% 达到765亿元人民币107亿美元 即利润增长近三倍 达到35.9亿元人民币 美团与科技同行阿里巴巴和腾讯一样 面临中国消费回暖乏力的问题 这是由于在三年的严格疫情控制之后 消费者支出疲软 尽管整体消费低迷 该公司一直依靠补贴吸引顾客和商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面临外部风险时 敦促加强海外法治 路透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对外事务中加强法治 因为中国正在向外界开放 习近平强调通过加强国际执法合作 加强领事保护和援助 以及建立强大的法治来保护海外公民和利益的重要性 中国私营企业在国外面临着法律挑战 包括假冒商品的指控和禁止TikTok应用的步骤 习近平还敦促加强合规意识 个人和企业在全球扩张时需要遵守法律、法规和习俗 中国旨在发展涉外法律服务 培育世界一流的仲裁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对于更好的保护海外公民的呼吁 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组织了冲突地区的撤离 并处理了涉及数百万中国人的领事保护案件 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不一样 金融时报 英国现在相对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如美国和法国的来说 是相对安全的避风港、金融时报的沾南 丹尼什在文章中如此论述 尽管英国脱欧让选民释放了积压的愤怒 但也让他们对另一次右翼实验望而却步 丹尼什认为 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美国的民粹主义以唐纳德 特朗普的个人魅力为中心 而欧洲的民粹主义则集中在对欧盟的不信任和对移民的敌意 尤其是伊斯兰移民 印度将增加50亿美元的航空母舰、舰队以对抗中国 彭博社 据报道 印度将购买价值4000亿印度卢比48亿美元的第二艘国产航空母舰 以对抗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增长的海军存在 这艘新航母至少可容纳28架战斗机和直升机 将驾驶法国阵风喷气式飞机 印度洋已经高度军事化 在任何特定时间都有多达125艘海军舰艇在其水域漫游 印度计划到2030年拥有160艘军舰 该国还升级了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跑道设施 以更密切地监测南印度洋 华为将向中国最大的铜管出口商提供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 南华早报 华为已与中国铜管市场的综合企业海让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合作重点将放在数字化管理解决方案先进制造 智能教育和绿色能源上 华为将提供云计算 5G和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以促进海让的数字化转型 这一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使华为在2019年美国贸易制裁后 寻求通过与传统行业的交易 来实现收入多元化的举措 华为一直在积极与传统行业和企业建立联系 以扩大其企业业务 该业务在2022年是其核心业务中增长最快的部分 中国央行行长提醒地方债务偿还困难 日经亚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警告称 中国西部和北部的较弱地区 可能面临难以偿还地方政府债务的困境 他还承认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面临需求疲软和价格下跌的问题 这引发了很多担忧 然而潘工胜表示 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将对长期经济发展和增长可持续性产生益处 PDD超过季度收入预期 路透社 中国电商平台 拼多多的母公司 PDD Holdings报告称 2019年第三季度的收入超出预期 截至9月30日的季度收入为688.4亿元人民币96.2亿美元 超过分析师预计的545.9亿元人民币 拼多多受益于其国际电商应用特母的受欢迎程度 该应用提供大幅折扣的产品 分析师预测 特母今年将创造超过160亿美元的收入 公司在2019年第三季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收入为155.4亿元人民币 高于去年同期的105.9亿元人民币 中国高级官员表示 澳大利亚海军舰艇在靠近中国的水域需要谨慎行事 澳洲ABC 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警告澳大利亚 在靠近中国的海域中要谨慎行事 此前一次冲突导致两名澳大利亚潜水员受伤 这起事件发生在本月早些时候 当时一艘中国军舰在东海清理渔网时 潜水员正在清理其螺旋桨 中国共产党国际部部长刘建超表示 中国使用声纳监测澳大利亚船只 是因为之前有强制性行为的指控 刘海警告称 如果不妥善处理 东海和南海的未来冲突可能会升级 在美国终止该国最初的月球计划后 阿联酋大学加入了中国的月球计划 南华早报 沙加大学已成为中国国际月球研究站 ILRS项目的最新合作伙伴 该项目旨在到2030年代中期 在月球南极附近建立一个永久基地 阿联酋政府最初寻求中国的帮助 将一辆月球车送往月球 但由于美国的制裁 今年放弃了这个计划 ILRS已吸引了许多合作伙伴 包括俄罗斯 委内瑞拉 南非 阿塞拜疆 巴基斯坦和白俄罗斯 以及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和国际月球观测协会等非政府组织 中国详细描述网络欺凌案件 加大打击网络暴力行为 南华早报 中国公安部已处理了十起网络欺凌案件 事案人员被拘留 罚款或入狱 这是自9月份发布定义和惩罚网络欺凌的指令以来 北京首次公布一系列案例 公安部表示 近年来网络欺凌现象日益猖獗 一些案件导致受害者自杀或患上精神疾病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观察六度简报的常驻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中国已取消对立陶宛的贸易措施 并正在与立陶宛努力恢复外交关系 然而 中立两国之间的贸易仍然面临信任问题 其次 高盛集团将其策略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转向了中国 并表示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 可能需要数年才能解决 第三 中美学生交流因国家安全担忧而受到阻碍 导致美国前往中国留学的人数大幅下降 接下来 中国发生了一起煤矿事故 造成11人死亡 尽管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 但仍然发生了多起事故 继而 中国的新冠病毒抗疫者陷入了希望和冷漠的境地 抗疫活动对政治变革没有产生持久影响 此外 美国的公共土地管理机构BLM将重点转向保护和清洁能源开发 再者 建立软体被用于针对塞尔维亚的两名公民社会代表 这引发了对数字安全的关注 此外 中国表示希望恢复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关系 然后 中国汽车公司正在墨西哥市场上蓬勃发展 并计划扩大业务 此外 美国公共土地管理局BLM的重点转向保护和清洁能源开发 再者 中国食品外卖巨头美团连续第三个季度实现盈利 接下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对外事务中加强法制 此外 印度将增加50亿美人的航空母舰以对抗中国 然后 华为将向中国最大的铜管出口商提供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 最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警告说 中国的一些地区可能面临地方政府债务无法偿还的困境 那么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看到 中国正在努力恢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并积极应对国内外的挑战 在国际事务中 中国强调法制的重要性 并提倡相互尊重和互利 此外 中国正在加强对煤矿安全和环境保护的重视 并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 然而 中国在一些领域仍面临挑战 例如学生交流和国际贸易的信任问题 最后 我想邀请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新闻内容 你有什么看法或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